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也要表揚一下中國在科技上的突破 今天也有了 今天這個就是英國連香港的報章也有報導的 就是中國的專家發明了這個水電池 是不是有這件事呢? 是的 一看到是報導中國有中文媒體的東西 我就第一個反應就是叫大家小心 OK 這裡要強調不是說中國沒有貢獻 但是要講清楚貢獻在哪一處 就不要給那些很誇大的詞語誤導了大家 明明大家醒目的都搞到大家蠢了又不好了 在這裡首先第一個要闢謠的 就不是叫做中國的貢獻 而是一個華裔 就是中國籍的科學家 他在澳洲的學院機構裡面 給出來的一個研究成果 就是說在這個澳洲的研究小組裡面 就有一個華人的研究團隊 他們就在那個電池的技術 充電池的技術那裡就取得一個小小的突破 那記住也不是說由他們徹底地發明了這件事 如果看回這個技術本身的淵源呢 其實在5、6、7年前水電池研究已經在加拿大那裡就有點眉目了 所以基於在這個技術之上去做改進 找到適合的物料 來去將它微型化 那都是一種的進步 而這種進步今次就由華裔在澳洲這個團隊那裡獲得了 所以都是一個進步來的 而且就有可能就會在未來的一個時間 就取代了一些我們現有看到的技術 那我們在這一節就再跟大家去仔細地講一講 那什麼是水啟動電池呢? 這樣的 它這裡講的那個電池 其實我記得一個多兩個月前 都應我們聽眾的要求我們去解釋過的 充電池技術呢 很多時候我們追求的一種叫固態電池技術 那相對於固態電池技術呢 我們現有很多的充電池呢 裡面是有一些液態、流體在那裡的 這些液態和流體呢 在那個充電池裡面的性質是很重要的 就是呢 它成為那個將陽極和陰極分隔開 令到它們不會短路之餘 裡面也都有一些離子的元素呢 可以有秩序地進行交換 那不知道大家呢 它有時候用一些舊電池 用舊了就會流電池水啦 那其實背後的原因就是 這個電池裡面的那些電解質 那些液態的電解質 那它就漏了出來 它的外殼就經不起侵蝕 就不能夠有效將裡面每一個部分做區隔 那於是有些液態的這些電池水 或者我們叫做電解質就流了出來 在現時來說 很多時候的電池裡面用的電解質呢 都是一些有複蝕性的東西來的 還有或者在一些化學上比較活躍 就於是乎呢 你如果是說那些鋰電池啊 裡面用到那些帶有液態的那些這樣的電解質呢 一流了出來就會著火啦 爆炸啦 短路啦 這樣 又或者呢 汽車裡面呢 其中就算你不是電動車 裡面都有個叫做圓酸電池的嘛 一個充電池 就是如果那個電池打了 你也一樣會是車子攤不著 就是拿來幫你攤車的那個電池 其實就是一個充電池來的 而那種充電池很多時候就需要用到 一種叫做LED Acid 圓酸電池 那裡面就有一些酸在這裡的 那這個圓酸電池的原理呢 是連以前高中化學 我想現在今時今日都會讀得到的 那就是裡面你也知道 就會牽涉到一些複蝕性的液體在這裡 所以呢如果這些液態的電池 我都不要說是拿來作為動力 還是拿來做撻車的那些這樣的電池 凡是充電池裡面呢 如果有這些液態的時候呢 我們很怕它那個叫洩漏啦 還有洩漏出來會是有機會去損害到其他的部件 甚至乎那個物主等等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是可以將這些液態電池改良呢 其中一個進路就將它改成為 就運用固態來做電池 所以我們在一個多兩個月前去特地去討論一下那些固態電池技術啊 就是又提到無論是中國的比亞迪 或者是在外國你說是Tesla 他們怎樣去大力投資去開發固態電池啊 跟著還有日本的固態電池是怎樣的 最新的成果是怎樣的呢 那麼現在今節的這個成果呢 就是向另一個方向的 那麼我們就是說除了如果發展固態電池技術 不是那麼容易的時候呢 我們可不可以將那個液態改成為一些 無害的液體呢 就是沒有那麼引發那麼大危險的液體呢 那麼其中就是說我們不要用酸 不要用其他會有爆炸性的這些液體 我們用水就可以了 水就算漏了就弄濕一些東西了 水自己不會爆炸的 如果能夠水作為那個電池裡面的電解質 那就似乎又是一個另外一個可行的方向 令到一些東西更加安全 那麼所以這次這個華裔澳洲團隊呢 他們去專攻的這個問題呢 就是怎樣可以用到一些比較普通 沒有危險性的液體 就能夠做到電池的電解質 那麼這次他們選擇了用水 其實是加了一些鹽份的礦物水呢 鹽水就能夠做得到 那麼第一時間就會想到了 它將會成為呢 取代了那個汽車、撻車的那個電池 那種源酸電池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代替品 就是你最後在車裡面 撻車的那個電池的那個雙水呢 都不需要用到酸了 直接就是普通的鹽水 那就是換言之就更加安全可靠的 是的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直接取代到我們現在用的那些 用來推動汽車的那些鋁電池呢 那麼在英文媒體那裡呢 就比較貼近現實講呢 就實話都沒有一撇的了 相信就再要等多5至10年研究呢 才會有成果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那些中文媒體看完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太過興奮了 就在那裡就說 5至10年後就能夠取代鋁電池了 那這句話其實就沒有那麼大把握的 嘩這個東西真的相當之 沒有的 我們看到很多這些 就是一到中文媒體的東西就出事了 其實就是 它有一個可能導致某些人投資錯誤的後果 為什麼呢 對了 所以為什麼要說老實話呢 是不是呢 就是不要一看就上了頭才行的 就是有些事情你就有多少說多少 大家有個正確決定的嘛 真的 你想你令到人騙你 就阻止別人賺錢而已 其實這些有 好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撻車用的電池 和現在啟動整個引擎的電池 它有什麼本質上的分別 對了 其實我們本身撻車也有一個電池 但是我們對於真正能夠成為 動力的那個電池 那個的要求是更高的 台長其實分之間都換走了 不要再說中文那個報道了 那段事件我免得又誤導人了 又幫忙了 是不是 那麼 大家都可以儲電 大家都可以充電 但是為什麼我們那些 作為動力的那個電池 是不會用到那個 就是普通的元酸電池呢 這個就是講那個能量密度的問題 你怎麼可以在一個 那車本身的電池有重量的 電池有負重的 你怎麼可以做到 車的負重越低 它能夠儲的能量 就是整個能量密度提高呢 這些液態元酸電池 就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來的 所以你現在 它車原本用的那些有液態的電池 就不是說拿來去做 就是可以真的成為 直接就拿來去做那些 Tesla汽車電池的 就是反過來 你弄了一塊鋰電池出來 你拿鋰電池來它車是沒有問題的 是可以的 就是甚至乎小弟現在自己都 就是都看到的就是 大家在網上都可能買到的 有時候那些電池的車 擺得太久攤不著 你如果叫人來去過江農 就要付錢了 其中一個最省錢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你自己買了一塊鋰電池的那些 那些這樣的尿袋 那個WALK數碼有些是12W的 裡面的電量夠厲害的 除了給你拿來充電你的電話之外 簡直可以讓電壓有的選擇 是足夠拿來踏車都可以的 那就是說 當然就不是台長這個手上那麼小塊 我自己有那塊就大塊一點的 就比起你現在手上的一塊 剛剛大一倍 其實都不是很大塊的 那就是說其實現在就可以 你有一個後備的鋰電池 幫你踏車都做得到 那因為這些鋰電池 自己本身就是一個能量密度高的一件事 他就成為一個好的候選人 他可以做到比較輕便 還有在一個固定的體積裡面 能夠擺更加多能量的一個選擇 而這些就往往在液態電池裡面 就比較難做到 那 我也知道在中國大陸 現在就好像比亞迪這些公司 他都有發展到一些 很嘗試將那些液態的電池微型化的 那也都透過將它切開做一塊塊的來擺 就減少了 就是被外來物件刺穿和洩漏 接著引發短路著火的風險 也都有一些這樣的研究 但是呢 更加我覺得個人認為更加有突破 就是好像我們上次所提的 就當你是用好像日本的那個研究小組 他用那個啫喱體 來去張住了那些液體 於是乎就成為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不是流體的環境 來去將那些電池的體積可以再壓縮 裡面我可以省下不用那麼多的結構 來將那些液體攔住在某一個固定的位置 而是那些這樣的電解質 已經是隨著那個啫喱狀的物質 已經固定在某一個位置 我就更加容易更加節省空間 來將一個電池單元去搭在一起出來 就從而做到一個更加安全和能量更加高的效果出來 這裡其實就是講的固態電池 作為一個未來的汽車 就是那個動力電池的一個更加可能的趨勢 今天這個中英文媒體報道這件事 其實它針對這個水電池 它針對的貢獻主要就是去取代現在現有的液態電池 它是不是最後能夠取代那些鋰電池 成為一個動力的那些電池呢? 它們不在同一條跑道上面 但是有沒有人能夠將它可以擺在同一條跑道 令它可以在這條跑道上面競爭呢? 這個就是後話了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那個鹽水為什麼做到那個電解的功能呢? 其實那個鹽水純粹是電解質的角色來的 更加重要的是那個陰極和陽極用什麼的物質 我們以前讀書最基本的碳性電池一邊就是用星 或者叫做新的這種金屬 英文就讀星 然後有碳和有星它就可以出了1.5屋的電池 碳性電池 如果這些簡性電池它往往就會用到其他的金屬了 就不是用星了 如果你說用鋰電池就就是用Lithium 用到鋰一種更加活躍的金屬 它更加活躍就有能力 它的化學反應就更加激烈 但是你怎樣駕馭這個很激烈的化學反應 令它可以有秩序地釋放電力 而不是進行其他化學反應呢? 就是過往研究鋰電池給人花了最多心力的那個地方 那現在這次這個澳洲團隊 他們製造這個水電池呢 其實它裏面最主要真的能夠供應到能量是什麼呢? 就要用到都是用星或者是用magnetium 就是用星和尾這兩種的金屬 這都是一些傳統上面我們知道能夠 就是產生電辣的一個金屬 但是它那個活躍程度就不及得Lithium 不及得鋰電池的 所以我就為什麼會說它們不可以直接 去跟那個拿來做動力的鋰電池去比較就是這個意思呢? 那個能量密度它們不是不夠高的 那大家要留意一下我們都有講過的 現在這個國家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挖到很多你的礦 突然間現在就嚇了 其實它們沒有 它們著意去找嘛 所以就會挖得多了 是不是? 是的 但是有一個題目呢 剛剛你講完我才想起 你有沒有發覺現在很少人買電芯的? 很少人買電芯的 純粹那些兩個A、三個A的電芯 我們現在的電器很多時候就用了一些鋰電池充電池 台長你以前那個年代 你會不會隨身都帶著幾個電芯 以前那些電芯放在那裡 還有幾個尺寸都要齊了 你的Word要用這幾顆 接著你的收音機也要用這幾顆 接著你的手提遊戲機也要用另外的那兩顆 然後你拿去沙灘那裡威風那一部 用來噴噴噴的那一部 又要用一些很大的電池 A、B、C型那些電池 因為以前就是 那個充電池的技術沒有那麼流行 難得你看到有充電池買的充電池是不便宜的 很怪的 充電池其實很貴很沙 亦都不環保 今時今日便宜了很多 以前都... 我剛才說你那些拿著一部蟹花仔走去沙灘那些 就起碼三、四十年前的事了 那你說少一些 二十、三十年前的小朋友那時候玩的那些四驅車 有些都玩到要用充電池來玩的 但是那些充電池是奢侈品來的 是的 現在今時今日你見 你買過那些尿袋那些充電器那些 其實你寧願花一塊錢 貴少少買那塊東西 你都不再花錢來買到普通那些不能夠充電的電池那裡了 那我意思是說呢 你現在以前去Seven 看到一堆的電芯在那裡 是啊 現在好像不見了 現在我都很久沒有提話 叫人提話 你記得要買 拿一塊電芯去配 你記得買對的尺寸型號大小 那些現在很少有這支歌仔唱的 我最怕的是Sopal Sopal呢 現在可能Sopal也要插電鍵了 不知道 是啊 Sopal跟牙刷一樣的 你充夠電位那幾天的行用就不用再入電了 就是這樣而已 是 另外一個就 這個就不用插替了 這個 吸上去就可以 是啊 無線充電又是另外一種的技術 是啊 所以我們會看到 去了解這些新的充電發明的時候 大家要很小心就是 你要由用途去技術那裡去做比較 比如好像今次這個水電池 這要再總結重新就是 它未來應該就會馬上很快取代到那些傳統的那些 用來撻車用的那些傳統動力的車上面那個圓酸電池 是啊 但是你說真正做動力的呢 這個就要留意一下其他方面的發展 就才知道那個真正的汽車動力的那些充電池的突破在哪裡了 好 這一節就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東西 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是Shakeshifter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就追著我們的節目了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了 其實就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鈴鐺就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啦 好啦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啦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